而近日发生在河北廊坊永青县春累幼儿园的一场悲剧也是令人不安 上周六下午四点多 已是放学时间 在春累幼儿园一处教室内还有几名幼童在等候校车 突然之间屋顶发出异常响声 水泥碎片纷纷坠落 正在孩子们逃向门口时 屋顶墙壁瞬间坍塌 虽有数百名村民迅速赶来挖掘 但已经无法救回三个幼小的生命 经查事发幼儿园为民办幼儿园 发生坍塌的两间教室是这所幼儿园 今年八月私自扩大规模的改建房屋 目前有关涉事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但仍有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调查 改建的房屋是否本来已是微房 幼儿园是如何改造 又是怎样通过了年审 据悉 近年来经过大规模的校舍安全工程 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 但部分私立学校 尤其是偏远落后农村的私立幼儿园 正成为薄弱环境